即使是平日 金融知名百年老店 廉珍高柄店还是吸引许多民众前来 其中玉泥球更是必买的明星商品之一 有消费者一次就买好几盒 不过受到多种原物料上涨压力 廉珍决定从12月1号起微服调整店里部分商品 包括已经11年没有涨价的玉泥球及雪鹿等 以芋头鲜奶及奶油为主要原料的产品 不过中式产品价格都维持不变 因为太久它这个商品已经 因为它们铜板价本来就很便宜了 有些客人来买就说一个玉泥球就50块很便宜 那因为现在是反应成本 就是因为现在玉泥还有油还有什么原物料都贵 所以我们只是做部分的调整 那因为从100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调 所以我们只是微涨,微调而已 对对对对 就是玉泥球涨五块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其他的呢 部分的话就是也都没有涨很多啦 那通常自己吸收吗 对啊,大部分都是自己吸收 那其他的调整会多? 可能在芋头的部分啦 芋头的部分我们就是稍微都有调整一下 那像雪鹿的话 因为我们那个单价本来就是240我们没有涨 只是在特价的部分啦,我没有特价到七九折 就稍微的调一点点 以玉泥球来说这次仅微调五元 由于涨幅不大加上真的好吃 消费者大都愿意继续购买 如果他涨价的话你觉得你会愿意买? 会 还是为什么? 啊,好吃啊 好吃吗? 对啊 假的会不会失败? 我还能接受 会不会,涨价会,感觉会 好吃的话就会 现在这物资都上涨了啊 都有听说每个地方都有在涨价啊 应该是可以,不要涨太多就好 我觉得会耶,因为它蛮好吃的 然后我觉得五块钱其实还好 因为现在很多物价都上涨了 所以涨五块对我来说我是小吃 无独有偶,另一家全国知名的百年老店 李胡饼店也宣布从12月8号起 微服调整商品价格 每样产品大约涨3-5元 像在物料上涨下能够维持原有的品质 而以牛嘎糖与基隆饼闯出名号的嘉欣牛嘎糖 也在脸书公告从12月1号起调整部分产品售价 涨幅一层 业者苏建新强调 主要是原物料三年来不断的上涨 为了维持品质只好微服调涨 据了解彭厨与温莎宝等烘焙方业者也有计划 明年原月起调涨部分产品 涨多少则还未确定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